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和前年开花呢并没有这么多 今年基本上呢枝头上面都已经爆花了 但中间段它并没有花多 我发现只要它开下来旁边的月季花的话都会暗人失色 由于我前排这个地栽的帕腾月季呢 怕它种的太多了 去年其实我已经挖了一批出来了 今年观察了一下 还有两种呢这个月季基本上没什么反应 所以今天我想呢把它们也挖出来吧 因为放在那个位置当中呢它也不会长好的 本来想动的呢是有三颗月季的 这个紫色颗基本来我也想动它的 但是它今年表现的真的是太好了 我又舍不得动它 所以呢把这个目光呢转向了旁边的这一颗印象派 这颗印象派是我闺蜜送给我的 是一颗大苗去年春天的时候种下去 去年春天我曾经也拍过一段视频 它呢也冒了不少花出来 但是今年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是没什么反应的 我觉得就江苗江的这个地方了 平时施肥也没有少它 这边光灶跟旁边也是一样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它始终呢是没有反应 所以我今天呢想把它呢起出来 然后呢这边的位置呢也比较小 旁边呢也有这个绣球 然后这边紫色颗基 如果说再长得大一点 这边的位置基本上也会沾满 所以紫色颗基和印象派 肯定是二选一要挖出一个出来的 我是根据自然选择法优胜劣态 所以印象派肯定是被挖出来了 这边是两颗partner月季 一颗呢就是薰衣草花环 已经长得非常的旺盛了 但是旁边那颗 其实它已经种下去三年了 三年它只爬了一个小枝子上来 今年再不动了 所以今天它也需要被挖出来的 现在大家看的比较清楚了 就是最左边的这颗细细的绿颜色的小细枝 这个可是我三年前种下去的 长了三年也就长得这么瘦瘦弱弱的一个 而且从来没有开过一朵花 其实它也是浆苗浆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不如呢把它换个环境 让它呢可以去好好的生长 这个就是我刚刚挖出来的印象派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颗大苗生长了一年 它的根系竟然是一点都没有往下扎下去 我当时挖的时候就比较轻松 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呢起出来了 让人有点不敢想象 这就是长了一年的大苗的根系 可见看到这样的根 大家应该能够明白 它肯定是长不好的 那现在呢我选的是40公分口径的青山盆 我让它去养根吧 然后把它呢放到了东门的拱门这一块上面 它正好和旁边的黄金庆典呢高度差不多 再加上两个呢都是黄色系的 所以说我觉得把它们安排在这个位置挺好的 但是把它安排在这边以后 原来这边的王妃呢又被我挖出来了 王妃是去年种下去的小苗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根系 我当时屑改呢位置稍微大一点 这个是王妃生长了一年的小苗的根系 看上去还不错 旁边还有一个主根 刚刚不小心被我切断了 至少它的这个根系的状况 比那个印象派呢要好很多了 我也一样的把它呢种在了一个40口径的青山盆里面 那么王妃将来以后位置会放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是想把它放在我们家狼架的最右边呢 这个木头柱这边 或者呢是把它放在绣球旁边的这个爬藤柱上面 这两个都可以二选一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最瘦弱的 三年都没有开一朵花的那个爬藤呢 也是把它安排在这里面二选一 因为今年我看协奏曲爬在这个柱子上面爬的也挺好看的 那么我也可以把最右边的这个柱子呢 再把它继续呢爬上去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完整一点吧 其实像这样的调整工作呢 我们每年都在做 花园的美丽呢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我们不断的根据植物的状况去调整它的 而它花园呢才能给予我们它最美丽的样子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呢分享到这儿了 拜拜